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剪纸当中我觉得有很多乐趣 我很热爱剪纸 因为剪纸是我的第二生命 从小我和姥姥和妈妈在一起剪纸 到现在我从事剪纸已经五十多年 当时的剪纸用在衣服上面和领子上绣花 比如说穿花洗字之类的 回想起来 剪纸就是民间艺术和生活的完美结合 剪纸分为两派 一派是南派 一派是北派 南派主要是以刀刻为主 线条流畅细腻 北派主要是以剪刀为主 粗犷豪放 每一幅作品里面 它都分为阴剪和阳剪 阴剪是线线不相连 阳剪是线线相连 我们现在目前的作品里头 它都会把阴剪和阳剪揉为一体 在创作新疆民族特色剪纸时 用剪刻相间的剪法 这样更能突出作品的民族特色 我现在创作的剪纸作品 有一千多幅 创作的主题有大量的新疆特色的元素 从美食 地标建筑 民族乐器 人像 服装 舞蹈等 有传统的剪纸作品 定制的图案 团扇 屏风外 还有新疆点菜剪纸 点菜剪纸就是用白的宣纸构图 然后剪刻制作出来 最后用矿制原料去点染出来 一幅完整大的作品 需要近一年的时间 在新疆的极左大学里头 给同学们教授剪纸 除了给大学生们教传统剪纸外 也给同学们专门教新疆典材剪纸 这个很受大学生们的欢迎 这幅作品一带一路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公主架到了西域 在帽子里藏着残暖 带来了一百个工匠来到了新疆 支出了丝绸 才有了我们新疆的爱特莱丝绸 这件作品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用剪刻相间的技法把它制作出来 再用点彩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 虽然这个过程极其繁琐 但效果非常棒 新疆是个好地方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剪纸作品 我们每年都要去喀什和田南北疆等地去采封 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中寻找出灵感 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 阿克苏刀郎麦希莱普作品呢 是国家级飞衣项目 我每次去阿克苏都会看到人们在庆丰收拾 欢歌笑语 田间蒂头 吃着葡萄 喝着美酒 在歌在舞 我们把他们这种的场景 用点彩剪纸的手法表现出来 让作品更有观赏性和艺术美感 现在剪纸已经五十多年了 我觉得传统剪纸机也需要传承 也需要与时俱进 像现在我们就用各种材料把它和剪纸融合在一起 像剪纸图案的丝巾书签 让剪纸的元素有机会进入更多的百姓家 想要传承必须要创新 创新才有市场 有了市场才能有更好的传承 我在新疆建立了新疆飞移剪纸博物馆 新疆飞移植馆 我们在全江各地上课上千场 也给上万人讲过剪纸课 有人说了 你老太太天天这样忙忙碌碌不累吗 我就想说 我为剪纸忙碌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就希望通过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剪纸 喜欢剪纸 让剪纸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里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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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